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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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又是《讀書好TV》的時間 我想兩年前開始看《讀書好TV》的朋友都知道 我自己選書或者看書的興趣比較偏重 就是歷史、哲學、社會學、政治學或者人類學這類的作品 文學本身我自己很少接觸 我自己讀大學的時候當然有讀過一些中國現代文學的作品 但平時對我來說就不是一個我自己的杯茶 我自己平時拿書來看就很少看文學的 今天我要介紹的其實就是一本表面上是文學 但實際上又不是的書 就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一本新書 作者就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教授 劉兆銘教授所著的《愛玲說》 《愛玲說》大家看過封面就知道 這張相片其實是由一張相片造成的一張插畫 封面的就是中國現代文學裡面一個被視為的 一個相當有影響力的作家張愛玲 我對張愛玲的故事其實就不是我看過她的小說 我看過小說是很少看的 但我看過她的電影其實 譬如《色界》或者《紅玫瑰、白玫瑰》等等 但是張愛玲的故事 曾經反反覆覆在我讀中國的近代史 或者是這個報紙的副刊 甚至是很多的文化界的朋友聚會裡面 都會接觸得到的 可以這樣說 在中國現代文學裡面 到今時今日為止 仍然好像有一種名人式的關注的作家 少之後少 就是說等於我們關心這個容祖兒 甚至鄭秀文和許志安的感情生活 或者是周潤發的攝影世界 或者是賓司馬和施朗 或者是施朗和美斯之間的 你不妥我,我不妥你等等 那種程度的說是 只有一個人就是張愛玲 這本書本身 其實就是劉兆銘先生的一些散文 或者短文 就是圍繞著和張愛玲有關的 但我為什麼會用來看的原因呢 我不是看張愛玲的小說 或者文學上 怎樣分析這個張愛玲 因為這本書其實我覺得是挺八卦的 就是說究竟一個被視為中國現代最後一個才女 而在文字功夫上面 曾經對台灣對香港很多作家 是有影響過他們某個時段的寫作風格的人 究竟她是一個什麼人呢 我只是在我印象中記得 張愛玲是一個很早的影識寫作的人 她生命中影響她的有三個男人 一個就是她爸爸 她爸爸就是一個... 對她也不是太好 但是她在她的描述裡面 其實她也很盼望得到她父親的父愛 第二個就是我們叫做汪精衛時代的小漢奸 就是這個湖南城 大家如果有看過電影《鬼鬼紅塵》的話 其實那個故事就是以張愛玲和胡蘭城的那段 在上海淪陷的時間裏面的愛情故事 而胡蘭城就是在汪精衛政府裏面 其實都不是一個很高級的人 只不過當時就是幫幫手、跑跑腿的文人 之後就去了台灣 但是他們之間的愛情也是 隨著政治或者戰爭也沒有開花結果 在1949年之後 張愛玲接著就去了很短時間留在香港 然後接著就移居了美國 就跟一個美國的左翼作家 其實已經歐歐地了 當時已經叫做賴雅的人結了婚 也曾經試過懷孕流產 因為大家都年紀一段距離 她的丈夫很快已經身體不太好 就需要去照顧 甚至是不良於行 她有一段時間就回來香港寫劇本來賺錢 之後到她丈夫過身之後 就開始在加州離群獨居 就變成一個怪婆婆 所以我自己有興趣的是 其實這個怪婆婆在加州的生活是怎樣的 裡面 特別是在最初的篇章 有很多是說她幾個朋友 怎樣去照顧她 包括在美國 在哥倫比亞大學裡面 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權威人物 就是夏智清教授 也是她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裡面 第一次把張愛玲放在這麼重要的地位 一個過去只是被視為鴛鴦蝦蝶派的作家 在美國的夏智清教授 她的一力的 簡直是比她更厲害的經理人 等於英王和容祖兒的關係 就將她變成一個重要的中國作家 就一直照顧她的起居飲食 幫她出版的時候 和王冠出版的時候 談談這個版權 或者是那些版稅 其實她在美國的生活 很大程度上是靠中文出版的版稅去支持的 也是相當簡樸的生活 獨居之餘很少跟別人接觸 但是裡面說了一段 在美國找工作和工作所遇到的問題 是側面反映到張愛玲這個人 其實是一個什麼人 才能在筆下寫得出對人世間 一種這麼冷眼旁觀 或者這麼平衡的文字呢 她就說她1969年的時候 夏智清教授就介紹了她的加州 中國研究中心裡面 因為那時候張愛玲很少開口求人 因為我想她實在生活上是有問題的 所以就希望夏智清幫她找一份長工 她就利用自己當時 因為在美國的研究中國 政治文化或者文學的人 其實當時的圈子很小 大家都認識的 她就介紹了她的加大裡面 做一個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她在加大做什麼工作呢 就是把中國當時文化大革命的 一些術語 因為你知道 那些共產黨的口號是多得不得了的 譬如很簡單 就算說三反五反 那是什麼呢 大家不知道 鬼佬不知道你說什麼 那張愛玲就把這些文化 翻譯成為 把政治術語翻譯成為英文 而令到美國的中國研究專家 可以根據她的研究成果 去寫一些政治分析和評論的文章 這個看上去 我想張愛玲是絕對可以升任的工作 因為你知道 其實她在上海 已經可以用英文寫作 即是她年輕的時候 然後來了香港大學 去讀英文的英國文學 然後去美國的時候 也是可以用英文寫作 和可以講流利的英文 我看過張愛玲的英文是相當好的 但是她的結果 做完之後 兩年就沒有再續約 那為什麼的原因呢 就是 其實 表面的理由就是 她寫出來的英文的報告 大家看不明白 那我當時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張愛玲寫的英文 會令人看不明白呢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她是一個 不可能跟別人應酬 跟別人交往 甚至是建立關係的人 那她裡面 這本書裡面有記載 就是她當時在 幫電影公司電貿寫劇本的時候 有一次電影公司的人 就聘請她 因為跟當時電影天后的李麗華 就很想見她 跟這個才女見了一面 那她當時就認約去到 去到之後就真的很冷淡 打個招呼 坐一會就走了 飯都沒吃完 那 在她的眼中 她會去應酬 但是她會視應酬 是她工作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 甚至是沒有朋友式的交往 甚至在加州獨居的年代裡面 譬如有時候 下次清醒一封信給她 其實基本上是一年之後才回覆的 在一個這樣的狀態下 是一個作家來的 但是很難奇怪 如果你用文字認識的張愛玲 她對那種細情所冷眼的透視 之所以受到別人這麼多年之後 仍然去推崇 是因為她 我覺得跟她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 之後她也有其他工作介紹她 比如有些在美國的教授介紹她 她最好笑是去Miami的大學 做了一個駐校作家 那很快就被人解僱了 那為甚麼呢 就是第一 她是不同的校長 在一個歡迎宴那裡 請了一個鼎鼎大名的中國現代作家 來做駐校的作家 駐校作家是甚麼呢 就是在外國大學 香港大學也試過 請了龍應台來做駐校作家 你可能在一段時間裡面寫作 給她寫字留你 給她人基本工資 那你有一個 就是你給學校甚麼呢 就是除了你可以專心你的創作之外 你可能要定期會見學生 那這個張愛玲很厲害 那個校長就歡迎宴 請她來的時候 她睡過龍遲到 然後呢 然後學校就不斷叫她 你給個時間出來 你要去跟學生見面 你要on duty 叫她回寫字樓 其實是 但是她不喜歡回寫字樓 我想她不是因為 她不重視工作 她知道那是她收入的一部分 但是呢 她不想跟當時在寫字樓裡面的人交往 那所以呢 我記得當時 這本書裡面也提過 台灣有個傳媒 就派了一個記者去 就特意住在張愛玲隔離 去找她垃圾 看看她的生活是怎樣 那呢 其實最終她走 其實都是很冷清地離開這個人生 我覺得她自己的故事 和她的文字裡面 所呈現的那種冷 那種 旁觀 冷眼的 我覺得是 其實是挺合拍的 如果她是一個對人很熱情的人 對生命充滿熱誠的人 對生命充滿熱誠的人 甚至是用今天那些很老土的 term 充滿正能量的人 她絕對是寫不出這樣的文字 而我覺得對很多張愛玲的迷來講 也都是因為她這種拒人於千里 就造就了她那個傳奇的地位 那這本書其實不是一本 純粹嚴格的文學作品 但是我覺得在《字女行間》裡面 是令到很多 即是我們不是所謂張愛玲粉絲的人 是了解多了這個作家 為什麼到今時今日 仍然是有這麼多粉絲去追隨她 那這本書的作品 那個書名叫做《愛玲雪》 作者就是劉兆銘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今集整天差不多 記得留本好書看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